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对刚刚的展开图呢 想要做一些进步的扩展 也就是怎样,可以改变它切割的方向 那这GGV呢,是如何达成 我们来看一下它指令 在这指令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精简版的展开图就走前面 那现在呢,如果我们想要指定展开的方式呢 就要指定一个这个面 现在这底面呢,就是FABCD 接着就要指定这个边 你看我现在这个东西把它切开呢 其实对前面,对于前面这部分 我们把这个AE,EF,FB 这三个边都把它剪开 剪开之后呢,这三边呢,就比较自由了 那接着后面这三面呢 CG,GH,HD也把它剪开 然后呢,再把这个FG,J这个剪开 所以通过剪开七条边 这个正立方体就可以展开 如果再换一个剪开方式呢 我们就会得到另外一个展开图 那接着呢,就让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 先把这指令呢,先做个复制 回到刚才这页面 那这边再输入 那这是它的面跟七条边 我们把它输入 好,那现在N1跟刚刚的N0是一样 我们先把N0先把它藏起来 好,将这个再稍微上一下颜色 我们将后面呢,改成紫色 前面变为这个绿色 好,所以这是第一种这个展开方式 那如果我们想要换第二种展开方式 我们再把这东西再贴进来 这边输入这N2 好,N2的话呢 我们希望像这紫色呢 再稍微移动 就移动到这边来 好,所以这里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要想象 原本这个面呢 上面有四条边 对,我们再看一下 从这里再看 这边呢,这里有四条边 对,现在这条边呢 是连住的 好,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是希望它呢 跑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其实是希望什么 CG这条边可以连住 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第二种展开图 好,我们把刚刚N1的结果 再稍微做修正 改成N2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呢 就是把这个CG这条边 剪开的边呢 把它拿掉 换成这个CD 所以就对于这个CG呢 我们把它换成CD 对,那这样子呢 就得到第二个展开图 好,所以这边把它取消 这样就得到第二个展开图 这边又得到第一个 好,那现在这里有两个展开图 我们就增加一个滑动条 来做快速切换 N等于这个slider 好,那这里的话 从0到这个11 增量是1 然后这是速度1 长度100 然后 这样N1呢 这边设置一下 做个在高级的部分呢 这边N等于等于1 对,N2的部分呢 就是N等等2 对,好,那这里是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 好,那第二种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稍微上一下颜色 好,让它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另外这个概念 判断一下待会要剪开的边 我们就可以完成另外九种展开图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